今屆冠军一里赛,焦点当然是金枪六十可不可以继续连胜 向精英大师和美丽传承的十八场冠军纪录进发 但讲开这两匹传奇马王,不约而同 都是在这场赛事遭遇滑铁路 2005年,精英大师被救女牛精复星后赏 以短码头击败,不败之身被打破 上届美丽传承,亦以短码头落败 未能取得破纪录的第十九场胜仗 而击败美丽传承的川河专区,金仗都会列阵 又可不可以再做一次巨人杀手呢 金枪六十,这批全港最高评分的赛区 又是否真是劳均可破呢 来到冠军一里赛了,这场焦点一定是金枪六十 大家都看着它可不可以十四年胜 首先看看有什么其他参赛码 富卫保险冠军的利赛事焦点 当然是金枪六十,金枪排过五档 而这场快马也不少 上场一放到底的高大威猛排过一档 而嘉应之星排过六档 健康愈发预计都放在前面,会排过二档 这一场的三大talking point 首先就是金枪六十是否可以赢到对手无得跑呢 第二点,有哪一匹马有权偷集金枪六十 第三点就是这一场小马的场合 预计慢步速是否都是斗末段呢 先说回第一点,究竟金枪六十 是否真的可以赢到对手无得跑呢 各位怎么看呢 金枪六十的赛者固孜然非常之厉害 上季至到现在,他都没输过 已经是顺利拿到跨季的十三年胜了 踏入了今季之后,金枪六十 再有突破,证明到自己有一级赛的能力 说到就是十二月的时候 他出战国际赛的香港一里錦标 结果入到直路之后,在外谍的位置 很轻松,已经是将其他对手赶过了 最后折下去,还越冲越顺 最后就用两个马威之先赢了,非常之轻松 因为后面都真的有一级赛能力的马在那里 说到夏威夷美丽全城 当然,村堂专区也继续有个第二 里面还有仲赞火星 轻松之态赢的 赢完这一场这么轻松 但是幕后都继续部署他上到二千米都可以 看看他最近的香港金杯 何宅耀对这只马很有信心 亦都很熟悉他 每一次跑,他一定会选择二叠 倾向外边 这一场也不例外了 直路的时候,第一步法力先的 第一只马法力 你看到他的走势,每步都有 对着连掌马,时时精彩 长途马王里面的天满 状态是好 这一道步步撞住他们 很多朋友都说,不是的 上一场赛事好像用多了 我就不觉得了 反而这一场走势还是合格的 是啊,以往都是的 末段阶段 这批马会有些耐闪倾向 不是说体力上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他耐闪以往都是这样 但是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1600米都是跑回这个路程 不跑2000米呢 这个问题我们都问了威哥 一起看一下他怎么说 其实我两场都有报 和何秀余商量过之后 他认为1600米跑得舒服些 你现在看他这么多场的表现 他是比较,真的跑得 也不会怕步速被人困住 和他追的时候会追得辛苦些 希望他继续赢了 第二点就是哪一匹马 是真的有权偷襲金枪六十呢 我想都说的是明杂 就是川河专区 他贵来都跑了八场赛事 这只老马都要尊重他的 但是其中五场赛事 都对过金枪六十而都是输给他 整天都是做二 其实对上一次都见过他 都是跑到一绝 在说这个董事杯 因为当时家应之声 其实是戴着头的 那么川河专区 不用自己戴了 守着二三位 但是外面 耍彭几步 见到金枪六十都上来 势力很强 村河专区 常常都是跑第二 但是这场赛事 真的没有机会 真是反思金枪六十呢 我看就不是说 太过高大的胜率 但是都要留意这只马 今场的赛事 跟刚刚的董事杯很相似 前面有家应之声 后面有金枪六十 那么川河专区 如果要他追一两只 问题不算太大 看回这只马 频频跑 马房 频频粗 频频都有货交给大家 所以如果说边线 要差货 这只马 都要小心 不过我看如果想和金枪六十 斗一个末段爆上来的话 似乎难度都真是挺高的 不如我们看看主席錦标 高大威猛自己掌控到的报处 一只马在前面单騎领放 控制到个慢时间之后 就被他顺利带到 今次能不能够重演这个美梦呢 高大威猛 这只就是阿Kic的爱驱 他比较熟 是的 支持还支持 不过我都觉得上一场只剩下五匹马 家应之星又退出了 他真是赚了一个超慢的时间 简直是度步 一分三十五秒多 这样可以顶到回来 所以今次我又觉得未必有这个 那么好的形势 还有你要想一下 今场有家应之星 有健康愉快这些马在这 会不会搞一搞他的 是的 我都是担心这一样东西 所谓的梦幻形势都很难再出现多一次 那就说到我们第三点了 就要看下这个步促形势了 究竟这么小马的场合 是不是真的预计一个又会慢步促呢 刚才说了这么多马在前面 会不会都是斗过末段呢 我想应该不会 因为有家应之星在那裡 他过往要摆在前自己走 他自己走是越来越快的 通常都是中等的偏快的步促 不过这只马最近的粗连 好像有脱脚画图 没错 所以上次就退出了比赛形成高大威猛 那么轻松 那这只马真的击过一些功夫 还有你说粗的时间 不够胆说很压迫性 就是跑法比较单一些 只是可以领放的 他追不是很懂得追人的 究竟是不是真的 万步速斗末段呢 我们一起看看今场的参赛马 今季所做的末段时间 金枪六十真是完胜的 做到21秒8最快末段 至于最接近到他的 就是幸福笑容 都做到22秒以下 其他马匹就相对比较均粗 我想问一下富仔 你觉得幸福笑容 今季还有没有进步空间呢 如果以马论马的话 马当然有进步 最近两场赛事 一次比一次好 不如留意一件事 就是时间比较偏慢些 那些马匹马一够 斗直路爆一段 当然时间英俊 不过今场赛事 多回家庭之声 步速偏快些 时间的机会会不同 没错 而这一批幸福笑容 的而且是需要时间去打 如果他那一场最快末段 你看看都是一班赛事 而且都是背一二六拨 跟今次的形势都差不多 还有另一个变数 就是幸福笑容 今次将会第一次 用到莫雷拉上去刷剧 相信都可能会带到些惊喜给大家 那我们又看看基哥 他有什么心水 这场冠军一里 金枪六十都可以说 机会是比较高一点的 因为这马一路下来 大家都跟着他 他越强就越强 究竟他还有没有 多少能力呢 大家都不知道 今次说对手方面 都是熟口熟面的 是不是这么说 还有有一样东西 这场马看来是有些暴触的赛事 我们家应知识 这马可以快 高大威猛 祝福他出乘顺利 更加会快一点 上次那么慢 那当然是好处 但是还有一只马 不会慢 那只健康愉快 这只马快又可以慢又可以 所以我觉得这场马 应该会在正常些暴触进行 所以这场冠军日赛 照计对金枪六十来讲的发挥 应该没什么难度 在直路上面 一样可以冲上来的 老对手 川河串区 这只马演出水準 这么稳定的 真的你跑差一点 他就可以吃到你都不期 所以实力相差不是很远 还有跟金枪六十 和马房的这只幸福笑容 这次出到莫雷拉 你都知道 莫雷拉跑马 周时也是跑高一点 只要跑高一点 就已经跟川河串区相差不是很远 所以你拿着金枪六十度胆 你都要兼顾这两只配脚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Joel Gourb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